我們來請一位已經有打疫苗的 剛剛才到的台北市市長 柯文哲醫師上台致辭 科技市長 科技市長 柯文哲醫師上台北市長 柯文哲醫師上台北市長 這個 瑞幸科技服務有限工資 胡春華董事長跟林守甄夫人 還有我們瑞幸的董事業基金會的胡春華董事長 這個孫富伊亞科技的進步當然 帶給人類很多的福祉 不過在今天COVID-19 我們赫然發現除了科技以外 其實第一線的醫療工作人員還是很重要 甚至更重要 所以我們還是要像那些留在醫療前線上 貢獻專業量的夥伴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這個我也在台大當過醫生 也帶過學生 常常我們很多醫學系的學生 剛畢業的時候充滿了熱情 不過這個醫療結婚被告了兩次以後 熱情再也沒有了 常常就說好 你們現在定人把自己當作顧客 從今天起我就是廠商 不過是這樣 我在2013年在Pet Taipei那個演講 最後那一句話 還是蠻適用的 最困難的不是面對挫折打擊 最困難的是面對各種挫折打擊 沒有失去對人事的熱情 那有時候從一個比較科學的角度來看 我們對人家好 人家一定對我們好 答案是不一定 但是99.5%的事 所以活在這世界上 也不要為了0.5%的放棄99.5% 我以前都不知道我救過很多人 我去當台北市長又才發現 因為我常常走到台灣各地 常常會遇到說 我們當年 我的誰誰誰 在台大醫院被你幫忙過 所以後來發現 我現在到全省各地 常常吃飯不用錢幹什麼 都是以前的病人 各位還是那句話 我們對人家 我們對人家好 人家是一定對我們好 當然是不一定 但是99.5%的事 所以不要為了0.5%的去放棄99.5% 那我們還是要謝謝瑞幸兒童醫療基金會 成立基金20年 一直在改善兒童醫療的軟硬體環境 不管是這種兒童醫療補助 還有這個友善的兒童醫療空間 甚至還有這個兒童醫療補導師 你知道 當然他設立這個台灣兒童醫療奉獻獎 到今年要頒第九屆 但是之前已經有頒發的51組 醫療優秀人員 其實獎項本身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還是一個榮譽感 那也鼓舞厚勁的人 願意再去投入 臺北市政府當然 健康城市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市政的目標 那這個健康城市裡面當然 兒童的醫療是一個重點 知道我們有在推這個兒童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那也有這個一戰式兒童的整個篩檢 那事實上就市政府來講 我們每年還有26萬人次的這個兒童醫療補助 所以我們還是會在政府的範圍內 所以盡量去幫助這個兒童的醫療 事實上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2017年 我們臺北市開始淪狀病毒的補助 其實這一條就是我每天回家 陳佩琦都一直在反我這一條 反到最後受不了用二倍筋 就開始了 不過後來發現 這個還是疫苗還是 在醫學上是最cost effective 當然主持人在問說這個 新冠肺炎的疫苗 就是這樣 到現在為止我也不曉得 到底有沒有其他疫苗會來 我也不知道 所以是這樣 因為也不曉得拖到什麼時候 可是戴口罩 夏天到了戴口罩是很痛苦 我想如果打了兩季以後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也是不錯 所以打了一樣一樣 我跟你講我第二天是有上班是沒有錯 不過當天晚上也是頭痛發燒 只是我耐力太強了 還是乖乖來上班 所以結論是這樣 新冠肺炎 我十重量在這裡 因為你們也不講說 到底什麼時候會有疫苗對不對 還有沒有其他疫苗可以選 陳佩琦是說 AZ他不打 他要打其他的 我說隨便你啊 我說我不打 會變政治事件 我就要乖乖去打 好啦就這樣 不要再回首了 好啦就這樣 好非常謝謝柯市長